好的 這邊這個example 我跑一下給大家看 這邊是17-2的example 好的 我們把我們剛剛那個HTML的code 就是第六個這個example 把它貼過來 好 我們這邊有兩個 一個是由下到上 然後會先經過白色元素再經到橘色 白色 OK 它alert 橘色alert OK 那這邊capturing是由大到小 那先經過橘色 再經過白色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code是怎麼實作的 好 首先呢 它是不是有一個ID是mydiff1 然後這邊是一個ID mydiff2 那這個是由下到上 是diff1 然後 由上到下 是diff2 那這邊有一個ID是myp1 它另外是myp2 好 那我們先看第一個example 第一個example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加了什麼event listener 第一個它你看myp1它說 它alert嘛 click 然後這個也是用click的event listener 那這邊它的值都是設什麼 都是設false OK嗎 那false就是預設值 就是由小到大 所以我們有一個是在比較大的負元素 這是指元素 這是負元素 OK 然後我們就設好event listener 那當我只有一個click的event 我只要點這邊 它是由小對不對 它是先觸發比較小的字 再觸發負的這個event 就是第一個這個mydiff1 這裡面的一些元素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二個example 就是mydiff2和myp2這邊 那這邊呢 其實他們的event listener 都也是在監聽click 只是他們的差別是 他們把後面這邊改成true 那true就是capturing 由大到小來做監聽 所以當我去點第二個example 這個click 我雖然是點在這個子元素上面 但是因為它的capturing 是從外面一直跑到裡面 所以它外面 它發現外面有event listener 是橘色這個它會先跑 然後再來它才會跑裡面這個子元素 那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example 是它是只有兩層而已 那當然大家可以就是 之後做非常厲害的應用 那可能就會有很多層 那大家可以知道說 true是由大到小 然後那個false是由小到大 那預設是false 預設是像前面這樣 就是說它只有先找裡面這個 然後再慢慢往外找 ok 那這個copan我們把它寫成是 17-2 的 它這邊是寫說是lab02 是不是 lab02 save 好 存好以後這邊 這邊 啊它怎麼沒有URL咧 好 那我們不開笑 有時候不讓我存 有了有了 有了 存好 它剛才可能沒有跳準 然後把這連結 我們把它附在 這個第六個 這個example 底下 這邊 其實ex6跟現在剛才寫的是一樣的code 好的 那這個是我們 17-2的lab02的example